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宁 你能蒙别倒打一耙 五月洞中相爱十三载 今日不过才等险 你便要彻底与我恩断义绝了吗 两位老师刚才是不是紧张了 其实不用故意装作不合来辟谣了 电视剧那么成功 你们的CP感又是这么的强 大家早觉得你俩就是一对了 不好意思啊 我们不是一对 以前不是 以后也不会是 你俩原来真的不合啊 十三年人间情恶休得再提 你我从此恩断义绝 你不用跟外人发火 明清清 我同意离婚 所有条件就按你说的来吧 林清清 都离婚两年了 你到底还在害怕什么 遗憾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月光下 只有你才最完美 我要看着那很明月 把孤单憔悴 我的等待在风中 是为谁 清姐 你又做噩梦了 要不等晚点回京再睡吧 行李 我已经收拾好了 随时可以出发的 姐 你也太惨了 这两年几乎没什么细约 我也要被调去照顾红姐了 好不容易凑了机票来试个劲吧 还被别人抢了角色 没事的 小美 别担心 我都习惯了 其实对我来说 只要还有细拍 我就能熬得下去 可惜这两年没赚到什么钱 耽误你了 以后你跟着红姐也挺好的 她更出名 这助理也不错 好估你在我这蹉跎 姐 你这心也太大了 要不咱也吵吵绯闻 藏藏流量 这年头 黑红也是红 有点热度才好接戏嘛 傻姑娘 你知道的 我不是那种人 走不了那个路线 喂 林清清 下午五点的那个相亲别忘了去 香玩了气的及时跟我汇报 怎么又要相亲 救命了 你 你们 你们娱乐圈的女人 果然都是拜金女 我这就告诉我妈去 清清 你是林清清 不 你现在是大明星 晚清清了 你是 今天的相亲局 难道是连着两场的 没人跟我说啊 怎么 还想跟我相亲啊 傻丫头 我是沈思年 你小时候的邻居 年年哥哥 怎么 现在相亲 还拼起酒来了 嗨 刚才那家伙 一直想逛我酒来着 不提他 年年哥哥 我今儿真是见着亲人了 来 干一杯 咱们不醉不归 老乔 你不能总这么强行 安排我的工作 我自己谈好的戏 都是综合考虑过 剧本和团队的 可你从来不认可 总让我去录一些 没有营养的无聊综艺 行了 行了 每次让你去个什么节目 都一堆事 我是你的经纪人 我会害你吗 没有我你能有现在的 名气和资源吗 好了 给你订了今晚的飞机 赶紧回来签解投资方 把后面的综艺啊 电视剧的合同 都给签了 这个沈大哥 怎么喝着酒能收走就走了 我得去找他 不行 拖好云 难道我真的喝多了 等一下 我这是走到哪了 怎么迷路了 你是不是也没听懂我意思呀 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年年哥哥 来 再干一杯 怎么是你 你过得还好吗 您清清 明知道自己不能喝酒 却不能注意一点吗 你是 钟宁 我怎么又做梦了 又梦见你这个负心汉 可是怎么办呢 钟宁 总是梦见你 我好想你啊 想我 你 心里还是有我的 对吗 沈总 早听说过你大名了 不过你现在怎么变成 一个小小私营总裁了 你们集团把你降级了 这私营出的资产配置方案呢 我一向不感兴趣 这种体量的东西 你倒是可以问问我哥 没必要来找我 陈小姐 你误会了 陈氏集团 家大 业大 做项目 做投资 您父亲和哥哥 肯定会过目的 而做私营财务这个方案 可不一样哦 做多做少 全都是你自己的 陈小姐 你是个有野心的聪明人 你一定会明白的 对吧 别死了 别死了 清清 你乖一点 不 朱宁 控制你自己 老公 你要走啊 你是不是真的不喜欢我了 老公 傻瓜 说什么傻瓜 真拿你没办法 两年了 我们都分开两年了 是啊 我们分开都两年零三天了 是太久了 嗯 我 我在这儿等你 对 我们直接去机场 回北京 钟宁 你怎么回事 说好的昨晚回来 为什么突然赶钱 为什么关机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喂 你老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 昨天玩消失是故意针对我的吧 行了 昨晚有急事 我现在去机场 不按你的要求陆松印 但是老乔 咱们真的需要好好谈谈了 你说我是因为你才能出头 但是这两年我过得怎么样 你和我都很清楚 是时候做些改变了 不能总在原地打转了 什么意思 现在翅膀硬了 开始埋怨我了 啊 钟宁 你别不识好歹 哎 钟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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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啊 那个 我的车刚刚坏了 幸好在这里遇到你了 机场吗 咱们一起去吧 啊 陈音 你也去北京 哎 是遇见陈音了吗 我听出她的声音了 赶紧的 她也来公司 你和陈小姐一起回来吧 就这样啊 等你们 你也去公司 老乔还恰好知道 当然了 我不仅要去公司 我还要马上跟老乔签约呢 啊 你呀总是冷冰冰的 干吗 咱们俩是第一天认识的吗 你别跟我装不熟哦 要死了要死了 我不会跟人吹响一度了吧 静静 你还好吗 昨晚 你一直没回来 担心死我了 还好啊 那是微IP职 服务员告诉我 你被女闺蜜给接走了 我才没有报警 女闺蜜 小美吗 不对 那机用手杆子 我会是个你的呢 沈大哥 我没事 你放心吧 我这还在忙 我先挂了啊 再见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刚一直敲门 没人硬 我以为退房了呢 你不是那个 什么十三年的女主角吗 我不是 我没有你认错人了 哎呀 怎么会认错嘛 虽然你那个剧 已经是两三年前的了 但我女儿可喜欢了 天天在家看重播 我对你可太熟了 哎 对了 剧里那个爱你爱到不行 帅帅的男主角 现在也挺好的吧 你们还经常联系吗 练练哥哥 男主角 没有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了 妈 你以后别逼我相亲了 那大哥太吓人了 上来就灌我酒 行了 行了 就是喝点酒 也没什么大毛病了 再说了 你年纪也不小了 可不能再挑了啊 妈这儿再给你多看几个 能相亲的啊 妈 我不想和您吵 但是一个女人一辈子 不只有结婚生子这一条路 你们做父母的 也不应该强迫子女 按照你们喜欢的方式去生活 我转行回老家 我回家的票都买好了 清莹姐 清莹姐 我们不用走了 刚刚啊 程锦导演给我打电话了 说啊 有一个原创话剧的 替补女主角 想要你去演呢 我们快去见导演吧 走走走 小美 我怎么觉得是这么不靠谱呢 那可是程锦大导演的戏 怎么会让我去演女主角 她的公司 我怎么会给你打电话 你别被人骗了吧 不会的 小美 其实在你来之前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转行了 这两年你也看到了 我的演艺事业 一直在走下坡路 不被公司打压就不错了 更别提有什么 天降的好机会 就像现在 连一辆能帮忙的车都没有 就是天意 不允许我去争取机会 咱们也就别强求了 姐 你别这样 我啊 知道你是喜欢表演的 我亲眼见过你 即使接到烂局 也会努力钻研角色 尽力把她演好 宁愿自降片酬 也要支持优秀的学生作品 要不是因为中宁公司 故意报复打压你 你不至于这么惨的 姐 你可千万别对自己 失去信心啊 好了小美别说了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跟任何人没关系 与其一次次失望 不如就此转行 放弃吧 秦英姐 有车了 姐 这才是天意呢 走吧 导演好 你好 你好 程导 很感谢您 能选我当这个替补女主角 可是 现在我还不是很了解 咱们这个项目 也很久没有演过话剧了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胜任 我觉得你没问题 两年前你拍的那部十三年 虽说是一部武装偶像剧 但是你在里面塑造的 玉女仙子这个角色 还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 我愿意把这个机会给你 这个是咱们的剧情梗概和项目介绍 你可以现在就看看 这个戏啊 咱们可是要充奖的 我既然选择了你 就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双向救赎的爱情故事 讲述了特殊人群 不被世俗接受的情与爱 导演 就项目书而言我非常喜欢 也很有信心能演好智障少女 明晓晓这个角色 好 虽然不敢保证一定能拿个奖回来 但是我保证一定努力尽力 也谢谢您愿意信任我 好 坐坐坐 好 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 你稍等一下 咱们的男主角一会儿就到 我跟你说啊 她昨天晚上还在北京忙呢 为了见你这位女主角 她可是马不停蹄地飞回来的 太好了 咱们男主角也订了 订的是哪位演员啊 来了你就知道了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钟宁 怎么是你啊 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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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